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要玩的是這個俄羅斯方塊 很久以前大家應該會玩過俄羅斯方塊吧 但我玩這個比較特別 他是 跟99個人 一起連線 全世界99個人連線 然後一起對打的遊戲 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這個中途說 拼自己的方塊之後 我們還可以攻擊對方 好不好 開始囉 這超緊張的 而且他的音樂就是 很能讓人就是 塑造 緊張感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樣 小時候也喜歡玩俄羅斯方塊 我是還蠻喜歡的 以前小時候就是 這個一個可以玩很久 這樣 而且其實 我賽段數比較弱 就是 不像以前那種的 可以有點 不停的喔 就是一直玩下去 因為我剛剛還猶豫了一下 看一下那個方向啊 該放哪裡啊 這些 啊 換傻 哎呀 完蛋了 他還是不能分心 邊講話邊玩 邊講話邊玩的話 就會真的 換傻這樣子 還好 救回來了 這全世界99個人 你看我上面有一個隨機跟反擊有沒有 剛剛攻擊我的人 我可以用反擊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我覺得這還蠻好玩的 在Switch裡面 我覺得這一款 算是 經典又耐玩的 欸 水啦 你看灰色那個就是人家攻擊我 丟出來 所以我現在就是 我的設定就一直在反擊這一塊 這樣子 一直有人在攻擊 我這個是比玩馬力兄弟有點自信 呵呵 我最近馬力兄弟玩的好爛喔 快來快來 來了 快來快來了 快來快來了 拿一隻攻擊我 所以有時候不是自己拚得好就好 有時候是被對手無限的攻擊 要你看你能不能承受住他的攻擊 這樣子 對 承受住然後趕快反擊 快來了 撐一下 應該撐得到 有 這樣的話這邊就好打 馬來解掉他 有時候會知道這樣子 什麼牌到 就是他有時候 會 考驗你 不給你紅牌這樣子 那你要看你有什麼 什麼方法可以在 這沒有好牌的狀況下 去贏他 他音樂有時候會 在加速 加速 加速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在90 你看我右下角那邊有一個那個45 有沒有 代表說我們現在剩45 在PK 已經 就是 處理掉很多人 所以 這個速度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 就是 因為我們可能 慢人家一拍的話 人家可能會比我多拚一組 這樣子 那這樣之後可能 就是因為 這個狀況 然後 輸了人家 先機啦 先機很重要 要取一個先機 接下來越來越壞 你看 一直攻擊 要不是我在撐 喔唷 撐到了 然後我這裡有時候 我可以存一個方塊 然後可以換這樣 就可以放到左上角 先收起來 然後需要的時候再用 不然緊張 我 是很緊張啊 你們看人了 哎呀 我犯傻了 現在是運氣好像還沒有人攻擊 我趁沒人攻擊我時候趕快 趕快拚 會是有點亂 硬要撐 喔 剩16名 民視第18名 再挑戰一波 覺得如何 我覺得俄羅斯方塊很好打發時間 晚上夜深人間的時候玩完俄羅斯方塊喝喝啤酒 感覺是蠻愜意的 這個以前是在大台電動 就是那種 它會有蹦蹦蹦 然後呢 我覺得 那時候後來出了很多俄羅斯方塊 但我覺得就是 這種經典款的最好玩 這可能要跟我就是 可能要跟我年紀相放的 朋友們才會知道 我的感受 因為我覺得這俄羅斯方塊真的 還不錯啊 而且小時候啊 就是那種 如果自己沒有在玩的時候 旁邊那種大哥哥啊 那種玩得很厲害的啊 他們在玩的時候 我就會在旁邊看這樣子 然後看 就是 自己看得好像 看到好像自己在玩這樣 有時候看人家打電動也是這麼樂趣 有時候看人家打電動也是這麼樂趣 在這好處裡面可以先 就是先存 先存一個 但有點短 這場可能打都很差 相信自己 解開 哎呀 剛換錯了 好歐啊 有時候走一步 錯一步齁 後果聲有點重 就這應該大家都會 我兒子那時候看到的時候他也說他會玩 但其實這個會玩或會玩反應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會玩但能過到哪裡就很重要 不是單純說我會拚方塊就可以 因為有時候他這個是要就是 要理解說我這樣子拚的下一步是要做的 可是有時候跟戰術 有蠻大的關係 講到好像自己很強的樣子 其實我也玩得很弱弱的 有時候自己玩一玩或會亂掉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這也太狠了吧 這樣攻擊我 先救 先救 簡直是殘忍啊 先救 先救 這個不能 這不要想要拚太大這樣 所以要先 先救他 希望撐得了 喔 還好 現在不能 現在不能鬆血 因為我覺得 啊 我沒有用反擊 難怪大家都在打我 看我太弱 不懂反擊了啦 我會反擊的時候 原來有時候不敢反擊 誰看 不行 他現在就不能 這樣 喔 漂亮喔 三 二十二個人 接下來方位掉超快 好多地方被點到 這時候要犧牲 能解一層是一層 又是一層是一層是 Juni 嗯 又是最難的 Aoxi 好多地方被人用 啊 要是無界 只能用 他只能用 他已經要看上面要出什麼牌 然後呢 趕快去擠 已經不是看起來目前的現況了 來不及了 13名 好刺激喔 好啦 這就是我玩的俄羅斯方塊 99人全世界線上對戰 如果喜歡看我玩這個的朋友的話呢 可以跟我說 然後下次可以再錄一次這樣的視頻這樣子 那如果沒有的話 只有視頻就到這邊 下次就不會有了 好吧 掰掰